大家好,今次我最難找到風味館大廚全哥 今次示範的是浸發花膠 我知道浸發花膠好多人都認識,亦都有不同方法 但大家想不想看餐廳廚房會怎樣做呢?想知道就去片 看片之前想看大家,如果大家看完條片是喜歡的 那就請去我頻道頁面先按訂閱鈕,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這個鈕鈕,你就會收到我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在風味館裏面,其中有一道招牌菜就是包汁花膠扒 十個來風味館的客人,我想九個都吃過 由於這碟菜式做過給不少客人吃 所以風味館在處理花膠上的經驗 可以說是吃鹽多過我們吃米 我們現在就走入廚房看看全哥怎樣做 我們浸發花膠的時候,我們選花膠 你只需要選花膠,黃身就可以了 我們公司就用花膠扒,鹹水膠的膠扒 乾脫的時候就這樣,一塊一塊 我們的過程就是要蒸了之後,要浸冰水 浸完冰水之後再焗 過程我示範給你們看 我們拿點花膠,放進去蒸櫃 以我們的蒸櫃,大概蒸20分鐘 家人可以隔水蒸,也是蒸20分鐘 最快放進去,先蒸了它 好了,20分鐘後可以拿出來 好了,20分鐘之後 對,我們蒸完花膠會縮一塊 這塊一塊,我們要浸冰水 我們要浸冰水 我們把花膠只需要放進冰水裡 蒸了20分鐘,然後浸冰水 其實放進雪櫃,放進雪櫃 放進雪櫃,浸一晚,讓它吃水 我們的原理就是,可能把它熱漲冷縮 那塊膠會放進雪櫃 家人可以放進雪櫃 放進雪櫃,或用保溫盒 放進雪櫃 我在風味館廚房過了一晚 一晚之後,花膠給大家看看 浸了一晚之後,是做甚麼呢 它昨晚很小,現在會脹身了很多 現在我們只需要用手指甲捲下去 它還未到身,還是很硬 我們現在就要焗水了 煮滾了水,然後就好 清水就可以了,放些薑,放進去 煮滾了之後,把昨晚浸了水的膠 放進去,蓋住它 濕溫就可以了 封密它 如果有保鮮紙,可以用保鮮紙封掉它 如果沒有這麼密的器材 大概都是焗它一晚 做完一晚,它就會很脹身 如果它夠脹身,即是用手指或手指甲捲它不進去 同樣的步驟要多焗一次 可以了 我現在拍到這個發花膠 我在這個廚房裏就過了兩晚 現在的樣子就是 嘩,發好了 這樣了 你只需要看看它是否軟 你就用手指甲捲下去 它已經軟了 這塊花膠已經完成了 是 完成了,花膠 好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了 大家記不記得呢 那我再說一次吧 首先將花膠蒸20分鐘 原來浸在冰水裡浸一晚 先浸後浸冰水這個冰火過程 可以令到你花膠的纖維 食水食得更加好 那你發出來的花膠就會更加大件了 浸完冰水之後呢 就要記得再將它們焗水 那就煮滾水 原來加些薑蔥入去 原來放花膠下去 再封密它,原來浸它們一晚 基本上這樣就搞定了 但如果你覺得它是未夠透身,未夠軟的 那你就重複焗水這個步驟 直至去透身為止 還有留意整個浸發花膠的過程 是不可以有油的 因為有油呢,花膠就會卸身 即是好像融融的 這個就是風味館其中一個招牌菜 再包汁花膠扒 那些骨溜完多到 忍著吃完之後黏著嘴打不開 那我們先吃東西了,不客氣了 再一次多謝風味館全哥 讓我入廚房偷思 和拍下它怎樣做這些菜式 這裡其他菜式都好吃的 這個就是招牌拔絲咕嚕肉 還有這個有煙燻味的炸乳甲 多謝各位收看,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 拜拜